哈喽大家好我是猫妮 现在的朋友都注重饮水质量 所以家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个饮水机 昨天猫妮在用饮水机的时候 突然发现饮水机的后面有一个小孔 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小孔的存在 那这个小孔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今天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现在我把这个饮水机的背面 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孔一般在饮水机后方的这个位置 外面一般是有一个塑料的这样一个盖子的 我们可以将它拧开 其实这个孔是一个排水孔 排水孔连接排水管 而这个排水管连接的是 我们饮水机内部的加热水箱的最底部 是为了排污水而设计的 因此水箱内部的杂质水垢都聚集在底部 通过这个孔而排出 很多朋友平时在泳饮水机的时候 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孔洞 更没有将里面的这个污水排出 所以呢猫妮建议大家最好每周 将里面沉积的这个杂质水给它排出 这样呢我们喝进去的水才是健康的 排污水前我们现在将这个桶给它拿掉 将外面的这个筛子给它拿掉 然后拿一个盆接住 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杂质水全部都流出来了 好了我现在已经将饮水机里面的沉积水 全部给它放出来了 这里猫妮要提醒大家 我们通过这个孔洞放出来的水是不能喝的 因为这里面呢主要是一些沉积的水垢等 喝进去对人是不好的 包括我们平时外出或者是出差的时候 长时间不用饮水机 如果下次需要再重新装入这个桶装水之前 一定要将这个孔洞里面的沉积水给它排出 那这样我们才能喝到新鲜的水 好了我现在将盖子重新给它盖上 猫妮建议大家最好每周都把里面的这个沉积水给它放出来 这样呢我们能喝到一个新鲜的水 包括像我们长时间不用饮水机 在重新用饮水机之前一定要做一下这个小动作哦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我是猫妮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